今天台北股市一路的冲高 其实期货的交易也越来越热露了 特别是去年一整年 人气王非台积电莫属了 不过排名第二第三的很有趣 分别是伪创跟广达 都是因为AI的关系 不仅仅是人气王 而且成长幅度相当大 其中包括了伪创 还因此调高了再保证金的比例 好 那接下来呢 到底有哪些的避险工具可以用 听说微型台纸期即将来了 不到一万块钱就能够避险 怎么做 预恒请您上台来 我们先来讲 什么叫做微型台纸期 它要来了 对于小资族有什么方式 更多元化可以避险 我们一般来说 在台纸期在操作上面 最原始当然就是所谓的大台 就是最标准的这个台纸期货 那大台 那以前大台一开始的时候 记得是八万三 然后后来就随着这个 加盈指数越来越贵 现在已经大概快要 快要二十万才有办法做大台 那小台一开始的时候呢 是两万多 现在已经也涨到快要五万块 所以它微型的意思 其实跟国际去做个接轨 国际也是这样 就是先有一个原型的期货 然后有小型的 再来是微型的 因为我们知道在国际上 以往大家会去做避险的 通常都是企业法人 自然人哪有在做什么避险 行情不对我就跑了 所以一般做避险 原本这些期货的设计都是给法人做操作 但现在其实已经慢慢变成 自然人对于这些金融工具的运用 也越来越熟悉 再加上金融教育的普及 所以其实操作期货在台湾的投资人 或是教育人来讲 其实并不是这么的这么的难 你去期货商开个户 其实证券商开户的时候 可能顺便也开了期货户 那如果你觉得有行情 有机会去买选择权也好 或是说用期货个股期货 刚才前面提到台积电的个股期 伪创广达个股期 因为股期它的特色就是 多空都可以去做 所以如果觉得行情不好 或是说可能有些利空消息 那你想要去做空 为你的现货做避险也好 或是你单纯的做空 想要去做投机 那其实也是可以的 所以为什么要去规划 微型的台子期货 我们刚才前面提到 就是因为台子涨太多了 台子涨太多之后 合约规格变大了 合约规格变大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每天的波动变大 大家以前觉得 每天涨100点200点 就很大了对不对 但现在你觉得很大 可能是一天1000点 你才会觉得很大 一两百点可能 明天涨100 后天跌200 就回来了 它可能变成每天的日常波动 所以我们其实在2001年的时候 4月的时候 为什么会去发小台期货 就是因为那个时候的大台规模 已经来到台币108万 就是它的合约规格 你简单一讲 就把台股期货大台期货 当成一个一支108万的股票 你买一张就要108万 那期货开了杠杆 所以虽然你不用到108万 但是你在操作这一档 个股价值就是108万 所以交易门槛高的时候 就会影响市场的参与度 因为108万股票 每天波动两三个percent 其实就很多了 所以在那个时候 就去推这个小型的台子期货 出现小台 那交易指数从5401点之后 现在也涨到将近快要2万点 所以小台的规模 也从原本的每口27万 现在已经成长到97点 将近100万 也就是跟当年的大台规模差不多了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那我们当然就会想说 那是不是也在推 像当年一样 我们再推更小型的 小小台 对小小台 那在一般的讲法就是叫做微型 微型的这个台子期货 来去让想要操作台子的投资人 或交易人 他有一个门槛比较低的商品 来去做参与 你不要每次要进场 就要准备一个原始保健金 就5万块 那你一般来说 不可能只准备原始保健金 就进场 我们上次也跟大家提过 如果你准备5万块 就进场做一口小台 4月19号那天 你做错边就毕业了 所以一天的风险 可能都涵盖不了 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下呢 推出微型的这个台子期货 你就比较容易去参与 那么来看一下微型 它大概是怎么样 去做一个规划 它现在还没有上市 但它已经规划要上市 它整个时程的话 最快可能在7月底 7月底 有机会 那交易标的 当然就跟我们大台一样 是这个加权股价指数 那7月层出就10块钱 我们小台现在是一口是50块 它是10块 也就是所谓的小台的五分之一 那最小单位一样是一点 那就跟小台一样 到期的契约呢 就是近月三个月 然后加三个连续纪月 比如说现在是五月嘛 然后呢 六七 然后呢 这是三个近月 然后再来就是 九十二 然后跟明年的三月 这个跟大台是一样 跟大台一模一样 所以其他的东西呢 都跟大台一模一样 部位限制啊 或是交易时间 结算价 这些算法都跟大台一模一样 它最大的特色就是 契约层数1.10块钱 对五分之一 那时间程的话规划是这样子 但是到最后还是要看整个流程的一个进行 主管机关 还有其交所 他们最后的这个确认的一个日期 以他们为准 四月的时候 他们就举办了公听会 跟资讯厂商的说明会 你看他去调整这些 期货交易的软体啊 这些的 那征修定规章 城报主管机关五月份 那韩报上市呢 就六月份 然后呢 系统开发跟测试 在五到七月这边 市场宣导六七月就会开始进行 所以如果说 时间日程没有去做调整的话 大家可能在六月份的时候呢 就可以在其交所官网上面 看到相关的微型台子 期货的一些介绍啊 以及应用 那如果真正商品的上市时间 现在规划是在七月底的时候 那个时候差不多也刚刚好 是之前跟大家提过 载机指数 那个时候台子期 就被列为载机指数的一个情况 所以如果你觉得大小台操作起来 波动太大 心脏受不了 也许可以用微型的 来去做操作日后的 这个台子期货的一个部分 所以微型小台 到底上来呢 有什么样的一些效果 也要我们怎么用它 对 怎么用它 第一个 你比较容易去做一些加减嘛 比如说你原本是操作 你原本可能只有五万块 你只能做一口小台 而且是原始保证金 可能一天如果行情看错 就很容易就要被停损 但是如果是微型台子期货 我们刚刚讲五分之一嘛 所以小台的保证金 是五万块原始保证金 所以微型的话呢 大概就是可能是一万块 左右保证金 确实你一万块左右不到 就可以参与 那你一样准备五万块啊 那你在微型小台的时候 你就可以有一口或是两口 或是三口去做一些调整 你就比较容易去做一些加减碼的操作 你就可以提高你的交易弹性 不会是五万只有一口 要不就多 要不就空 没有什么弹性 你容错空间也很少 因为你就变成原始保证金 如果看错个几百点 你可能就维持就不够了 你就有被迫要调整的这样的压力 第二个就是现货的币显比较方便 虽然说我们现在一个人的50台积电影响比较大 但事实上当你的合约规格变小的时候 那你可以你原本是要用一口小台币显 你现在可以用三四口微型 或是加到五口 这样去做一个调整 所以你会可以精准的比较避掉 你的现货市场的一些风险 假如说你有相关的个股 都是全职股 比如台积电 鸿海 联发科 这一类的那你就可以用微型的 相对的买微型的 对 直接用微型的台子 就去做一个相对的避险就可以了 再来第三个就是资金运用的效率会比较高 我们刚才提到五万块只能做一口的小台 但是微型你可以做一万乘以五 你可以最多做到五口 所以你的资金运用效率会提高 那这样的话你的交易策略也会有比较多 比如说微型的小台 你可能可以跟其他的期货去做一些搭配 那再来第四个就是它套利的功能会更强 怎么说 大家有没有发现说在最近这个期货 不管是个股期还是台子期 大部分时间都增加差 那就是其实你的价格收敛的没有那么快 那可能就是市场上追价的意愿比较高 你价格收敛就没有那么快 但是有出现微型的商品之后 它就比较容易去价格收敛 为什么 因为它可以做部位的护底 你五口微型的台子期 可以换一口小台 或是说五口的微型台子期 加上三口的小台 可以换一口的大台 所以因为一口大台 我们刚才等于四口小台 一大一大等于四小 然后一小等于五个微 所以一大就等于20微 那它中间你都可以去调配这个比例 所以只要一口大台做空 那其实就等于20口大台做20口微型做多 可以去做部位的护底 所以中间如果大台跟小台 或是小台跟微型有价差的时候 这些自营商外资就很容易去做套利来 去把它的价格去做收敛起来 那就会让期货去价格发现的这个功能就更好 最后一个当然就是所谓的降低交易门槛 那降低交易门槛的部分就有一个 在期货界非常有名的交易策略 就更容易去做实现 叫做买一口大台之后无限转仓 作为你的这个操作标的的这个 叫做Benchmark 就是边界子 就是如果你的策略呢 比买一口大台无限转仓还差的话 那你的交易策略就不太合格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样子的策略 怎么样去应用这个交易 降低交易门槛的情况 比如说我们想要自制一个追踪 加权指数的部位好了 我们就自己做一个ETF的概念 那我们就用的想法呢 就是用期货去转仓长报 我们去追踪加权指数的长期报酬 因为期货它当然就是最后对齐的时候 是跟加权指数对齐 所以我们如果想要去追踪 加权指数的话 我们可以用期货 来去做一个复制的概念 我们方法就这样 期货多单呢 我们就在它变成禁月的时候呢 开仓我们就进场 比如说这个礼拜四 礼拜三结算 礼拜三结算 那你可以选择礼拜三当天去进场 或是呢礼拜四的 或礼拜三下午 或礼拜四的一开盘进场 那就摆到下一个结算 当天开盘就把它平掉 平掉的时候呢 顺便你再建立下一个合约的多单 你什么时候建的 你就到下一个合约的 那个时候点把它平掉 那这样子的话呢 你就等于你就做到了一个 以滚动式的追踪 这个加权指数的概念 对不对 那我们用小台来给大家先做举例 保证金准备 比如说我们用三十万元 或是六十万元 我们来操作一口小台 因为我们不想要盘中被抬出去 我们希望就是杠杆不要开这么大 虽然你五万元就可以做一个小台 但是显然是不够的 为什么会不够 我们等一下跟大家讲 那我们算了帮大家计算这三个年份 二二年 二三年 还有二四年的状况 二二年是个空头年 那个时候加权指数跌了三千三百多点 你如果做这样子的一个台指期的操作呢 你的报酬是两千多点 其实你会发现它其实跌的比大盘少 对 其实跌的比大盘少 因为每一次结算的时候切的位置会不一样 好 那报酬率呢 如果你用三十万来操作一口小台的话 是负三十八点八 就将近快四十个percent 如果你用六十万的话 大概是负大概二十个percent左右 那如果你用结算 就是你当月这样从开仓买到最后结算 平仓的时候呢 当月结算最大的亏损是一千三百多点 盘中的那种政府我们不算 就白要结算 因为我们基本上你保证金准备的比较多的时候 就比较不会被盘中洗掉 那单月最大亏损的保证金占比 如果是三十万的话 你可能会有一个月份是输二十二个percent 如果是六十万的话 可能会有一个月份是输十一个percent 这是最大的亏损值 对对 就是我们从二二年那一年的时候 那二三年的时候就是一个多头年 加盈指数涨了三千四百多点 如果你做台子期会赚更多三千八百八十二点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会有除全息的填息 那我们每年除全息行情不是加盈指数会增发点数吗 那台子期就会往上填息 所以如果你用三十万操作一口 那一年你会赚六十五个percent左右 然后如果是六十万的话 大概会赚三十二个percent左右 然后你结算的当月最大的结算亏损是九百多点 如果你用三十万的话 当那个月是负十五% 如果用六十万的话是负七% 所以这个部分是在干嘛 其实就是告诉大家 当你的保证金放多一点的时候 你每个月的最大亏损的振幅 就影响你的保证金会变比较小 你就变成比较有点像用股票来去做操作的概念 那么二四年跟二三年很像 其实才走了四五个月 其实今年的加盈指数就涨了快三千点 但是台子期的报酬会比较多 而且今年是一个正价差的时候 你做这样的操作 本来已经有一点吃亏了 但是还是比加盈指数更多 报酬率到三十万的话是五成 如果是六十万的话大概两成 一样我多单开仓的时候就进场 然后一直摆到结算日当天平仓掉 对 尤其是在像四月十九这种重挫的时候 你不能被盘中抬出去 盘中被抬出去 那就你就赚不到像这样子的报酬率 所以为什么要跟你说要准备多一点 对 那我们看三十万六十万元 也不是一般人可能觉得很舒服的一个价格 但是这是小台嘛对不对 所以现在有微型出来 小小台五分之一 五分之一三十万五分之一六万元 你就可以做到像这样子的一个报酬率的概念 然后六十万的话五分之一十二万多 所以你变成一般人就有办法去做 像这样子的长报型的这样子 波段转仓这样子的一个策略 但比例有机会复制 对 比例有机会复制 所以你变成一般的小资族 你如果说有一些交易策略 或是你觉得想要去做长报台子期 或是长报什么类似的国外期货 你可以去自己去做一些模拟 那就是像这样微型的小商品 那你就比较在操作上面 比较不会一天的涨跌 就觉得很害怕 或是很担心 然后这样把它抬出去 了解了 好 谢谢玉衡请先回座了 太受用了 如果真的七月能够顺利的上路的话 玉衡刚刚把那个时程表 大概推敲一下 六月份左右会开始做大力的宣导 我们今天先帮你上一课 让你有基本的概念 随着接下来慢慢的市场宣导商品上市 到时候你就可能更有观念了 而怎么样可以小事伸手 大家还有揣摩一下 用给你做参考了 好 休息一下 稍后的压轴我们交给副院长了 立法院上个礼拜 审议通过了再生医疗双法了 到底内容有哪一些 怎么定义 最主要跟你跟我什么关系 很多人说 有可能它是下一座的护国神山 因为商机高到了3800亿元 谁将吞下这个大补丸 休息一下 副院长告诉你 投资市场瞬息万变 今天的利多 很可能就成为明天的利空了 所以怎么样随时能够掌握最新讯息 重点是做出专业的解读 而且化为精准在操作上的多空判断 记得按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 前线百分百 每天带你掌握全球最新讯息 支筊